喂 有人吗 唉 你这样叫肯定是不行的啦 让我来 喂 有虫吗 你们在想什么啊 要是真的有那么大的虫子 咱们现在不是应该跑吗 而且你怎么知道他能听那种中文啊喂 你懂什么 这么大的虫子 脑子肯定比你大 这脑子都那么大 那肯定很聪明啊 你说的好像还蛮有道理的 有个毛的道理啊 小月犯傻你可别犯傻啊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应该是回地球吗 对哦 布林姐他们还在等着我支援呢 走走走 原路返回 阿杨 咱们刚刚是不是来过这里 好像是的 这墙上的银石火把还是我插上去的 就是这个位置 没错 不会吧 我们可一直没回头啊 这地方就两条路 怎么会回到这里啊 能不成我们遇到为传说中的龟大墙 去去去去 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迷信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那就是我们已经绕木为一走了一圈了 哎 打我干什么 哎呦 你太蠢了 我没忍住 咱们刚刚就走了两分钟 怎么可能绕了一圈啊 你别吵了 我好像有点头绪了 我们进入这个洞的时候是从地表掉进来的 那个位置有好多条隧道连接 所以才导致地面坍塌 所以理论上说我们沿着隧道是一定能走出去的 那我们为什么没走出去还回到原地了 那是因为你们说的那只大虫子 在我们走进洞穴之后又出现在了那个交汇处 而且还沿着我们走过的路绕了一个圈 我们一直在沿着圆圈走 所以会回到原地 我去 那我们现在岂不是很危险 那快跑啊 我们现在赶紧往上挖 用分块垫上去 这个简单 交给我吧 吃我一圈 终于出来了 这也太深了 唉 我背包里的材料都不够用了 只能一边挖一边填 等等 你是把我们带上来那些铁块也拿来垫脚了吗 对啊 我身上又没有什么方块 哎呀 让他们给本门上你垫脚 那是他们的荣幸 荣你个鬼啊 没有铁 我们怎么造反尘的火箭啊 谁啊 你这个时候还打电话 真是烦人 嗯 裤子的电话 糟糕 难道他们啃不住了